使用手机观看YouTube影片的时候啊 可不可以把影片播放速度调快一点 或者是调慢一点呢 当然可以咯 在新版的YouTube手机版App里面呢 官方内建了就有自动调整影片播放速度的功能哦 可以让我们自由的选择要加快播放速度 或者是减慢播放速度哦 我们来看看怎么操作呢 首先用手机找到一部YouTube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影片的视窗右上角这边会出现点点点 点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呢 是更多的意思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只有一个点点点 这代表说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影片做一些设定 所以请点选这个点点点 然后点了点点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会跳出 例如说画质 字幕 检举等等的设定 当然还有播放速度哦 这个时候我们就点一下播放速度 点了播放速度 在这边就有速度的调整 例如说我们想要播慢一点的话 当然就选择0.5倍 或者是0.75倍 这就是播慢一点 当然也可以选择播快一点哦 例如说选择1.25倍 或者是1.5倍 这就是调快一点 这就是在手机上面 观看YouTube影片 调整影片速度的方法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 感谢您的频道